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大師達文 今天就答一下問題 第一條,請問國家運送先進軍火的援助 俄軍是否可以立即適用軍火,不需要訓練和學習呢? 其實不是的 所以現在大家... 所以現在大家說了,是送回俄製的 俄羅斯,以前俄羅斯正落的軍火 那誰給他們? 波蘭,他們有的 因為你現在再進入美國 還有就是美國的經驗是比較好的 因為譬如你說飛機 飛機又比較飛機,你不懂得駕駛 因為你的飛機,你學習很久 有間駕駛系統,他們不懂得駕駛 你所有的東西都不懂得駕駛 美國也有學英文,德國、法國的不知怎算 德國、法文,叫什麼樣子,你不懂得駕駛 還有,如果有的,你可能比較簡單操作 如果飛機,你可能要學一、兩年 一年才能学得到 所以基本上是不懂得用的 所以他们现在只是想拿俄式军火 就是20-30年前的那些 如果是没有办法用到的 那好吧 有些简单一些 但是你也要搞一轮 但是还有就是运车也有问题 因为有些比如 火箭炮那些 你要用一些车运车 那些车怎么办呢 因为烏克南没有那些车的 但是你运车那些车 你运车那些车 你运车那些车就会被人炸 那原来那一辆车是怎样的 因为那些车很重的 你要有特别的车才能运车 很多很多大炮 都很麻烦去运车 是的 所以就继续看 有些国际有人的援助团 可能会用一些武器 不过那里只有几千人 那些国际有人 现在说是万六人 我说过这个故事 就是 但是呢 其实现在呢 烏克南和外面的通讯是断绝了 嗯 那么呢 如果有万六人 那些其实一早都在 旺手转转手 OK 一早在 那些本来是暗中的 就变成普遍的 嗯 是的 你以后 你进入乌克兰 让我看看有万几个人 嗯 因为我认识有个网友 以前也有见过几面 那他是记者 那他呢 就一条 一条 两个前后 那他们就去了波兰 一辆火车 就这样进入了乌克兰 这样也搞得很麻烦 才进入去 是的 哇 那么厉害呢 你认识人士进入了乌克兰 都是黄丝 是的 我知道 那当然是黄丝 黄丝才是黄丝 是的 没有 看看他们 好过做打斗 因为原来你是战斗人士 而你不是军人 他是非军人战斗人士 是没有在用军人代言 他可以随便出门 你又怎样搞得这么大 那些叫做非战斗的武装人员 是的 那人道法是不包含这些人的 那你做记者也好一点 是的 所以责人司机 其实去派一些枪给人民是很无道義的 是的 那些人民也想的 是的 是的 可能是 有些人也想的 不过我就算不想 我也想要一些枪 没说的 拧了不打 我们鄰居有 你没理由没有 是的 怕有些人拿来打劫 好 下一条 但先说政治 我认为 会有机会成为 这个网军的打手攻击 可能有些人 是否会令他自己所支持某些人的论述 成为主流 或者令你意见灭声呢 所以做这些事情 不用对网上留言 那么上心的 多谢先 但是因为我们有些 答问或者之类 所以就上心 有些太离谱 所以也要还击一下 如果不是 你知道我从来都是 不怕一些留言 我从来都不怕的 是的 而且我都不怕人攻击 是的 我也不怕人攻击 那时有人说 他说你去攻击谁 他接着去攻击你 我心想 从来之后 我打人好少人打我 我从来都不说 是的 而且现在网军的预算 也有限 应该都做不出些什么 应该真的有些人 就是一只工 有些预算 有些预算 某一些问题 特别多是网军 所以就知道是有预算 好了 下一条 大师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示范 正确的检测 是每个鼻孔都打转至少五次 就确保棉花棒 碰触到足够的鼻黏膜 然后先放入测试剂里等候结果 情况是这样 多谢他提供 我以后会的 以后会的 因为那次我试试 卖Shervin那些检测剂 所以就这样 好 下一条 大师你可以问一下那些人 如果今时今日是彭定康做港督 会如何处理疫情 就可以反驳一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彭定康都按久 彭定康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 你如果在1920年 你再说 李洪洲有多叻 就是彭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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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英国的状况 对吧 彭定康做不做到 就是彭定康 就是彭定康 不是彭定康 就是彭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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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我们都比英国坏了 我们是动态清零 清出国际 是可以 下一条 上年政府安排了两次到院舍帮长者打针 就是家属或者长者不愿打 还有拍片如有长期病 或病犯稳定是可以打针的 昨天东张西望 访问了一个院舍家属 说政府现在不肯帮长者打针 是不是大家都有责任 大家都有责任 政府不是推针推得好 那长者当时有责任 但长者因为他已经是一个长者 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不用负责任 我想他的长者的情况是 他在院舍上等死 所以你说他打还是不打 其实你就夾局去打 不然的话 你又要问医院 你现在的环境 你都可以说是共业 不过 即是共业 是的 现在是这样 好 下一条 首先多谢主持回复留言 听这个频道最大得益 就是从分析讨论 包括网友留言里面学习 但我仍然不认为 成本效益计算 会得出抄牌 可带来盈余的结论 大师最后说 加价已经是答案 但当初计算到有盈余 几十年没有加价 警员、沃顿、司法行政人员 和抄牌要用的硬件成本 飞胀了很多 怎会有盈余 除非当初是超级暴力 另外有所谓行政不可能性 你想按成本去增加抄牌 但警力供应弹性低 司法行政人员更低 和政府的数字游戏 就是每年加少少 不是明年追数追死人 还有部门里面的潜规则 例如某部门不是警队 有句话有数就有好处 抄个张票回去 阿sir自然会放他去做文件 至于实际个人走去哪天 所以实际成本是远超理想像 最后不要看极少量的司法覆核 08年恶笑那宗政府 真是不知花了多少钱 一宗案导致400多宗覆核 换测速枪 每支几百万抄了多少才够 那我相信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说抄牌也有些赚 但他说抄牌其实没有赚 因为没有加价 那些没有加价 我也是想像 抄牌加到千多元 恶笑那件事就是胡岩青打的 我跟胡岩青很熟 那件事很经典 但是恶笑就不贵了 打了几百万 但换枪也有几百万 抄多少才够 那结果就是被很多人复核 打了几百万 都之后就换过那支枪 那些创作力量 那些创作力量和幻想会合你一条 所以我觉得那件事 就算花一两千万也是值得的 但恶笑据说是因为那件事是停牌的 所以一定要打 但问题是几百万买回牌 其实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很有钱 你不介意 一两千万也值得的 因为你买回牌 就是你停牌 但是就是 我说黄青怎么打 因为我和他非常熟 我和他一起合作过 其实他这个人是有一个优势 他的优势 就是他打公司 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视齊 所有的可能性都视齊 所以他给他试到 差速差不准 其实我和他非常熟 所以就是 他说的 我和他做的事 所以他能够打多多 很不可能的官司 就是因为他所有 最最最最 怎么会试到 那个牛原射车不准的 因为他每一个机会都试的 这个是他的优势 但问题的弱势在哪里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很贵 所以他打得很贵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结果那次打四五百万 那件事 就是借上车仔 借上博士 借上博士 打几百万 但是那件事是值的 因为他用了 很多很多很多方法去试 每一个可能性都试 所以就是 没有漏的 或者如果他做的话 所有的事情 是整体的 整体的人都帮他做了所有的事情 就是传媒 所有的事情 你都会做的 他每一件事都会做齊 OK 多谢大家 好 那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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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